8月28日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王蓉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首先帶給大家的是 騰訊微博這個月底 還會停止服務和營運 9月4日 騰訊微博官方發表公告說 將於2020年9月28日晚23.59分起 騰訊微博將會停止服務和營運 屆時用戶將無法登陸 《每日經濟新聞》報導說 騰訊公司在2010年4月1日推出騰訊微博 2011年2月5日 騰訊宣布騰訊微博用戶過益 2014年7月有消息指 騰訊微博事業部被撤銷 截至目前中國大陸除了新浪微博之外 守護和易網等微博也相繼穩落 而騰訊旗下的微博 懷疑是為了避免美國的禁令 近期將企業微信海外版的英文名稱 由WeChat改為WeChat 低調Line和WeChat之間的連接 而微信官方就沒有發出任何通告 只是在海外官方網站 以及蘋果和Google等應用程式商店 逐出相應調整 此外 在美國將會禁止微信的情況下 騰訊股票下跌嚴重 8月11日 騰訊股票在香港收市下跌4.8% 這是騰訊股票在兩個交易日內再次下跌 連續兩天下跌 導致騰訊市值蒸發了660億美元 9月6日 路透社9月6日報導 興科生物科技行政總裁尹偉東星日表示 有大約2,000至3,000名員工 以及他們的家屬 接種了該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 目前該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 已經進入第三階段的臨床試驗 5月22日 國際醫學期刊《紐葉刀》的一篇論文指 曾經接種國產新冠疫苗的人中 有近半數出現副作用 包括46%發燒 44%疲勞 93%頭痛 整體上有9%的接種者因而出現活動受愛的現象 逃亡美國的前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學者 嚴厲夢8月25日接受那些农戰情室的連線採訪時候也表示 中共政府試圖向世界展示他們所謂成功的疫苗 想要在國際上取得帶頭地位 但是他們就刻意隱瞞了相關的風險 已經有很多人接種國產的中共病毒疫苗之後 出現嚴重的不良反應而去北京醫院就醫 《紐約時報》曾詞文指 獲得中共領導人大力支持的疫苗行業 長期以來被品質問題和醜聞所困擾 其中的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 和科興生物科技兩家公司 都曾經涉及疫苗不良反應和賄賂事件 接下來我們再來關注中印邊境的最新動態 《綜合印度媒體》報導 5名生活在印度阿魯納赫爾邦的印度少年 在3日失蹤 其中2名少年逃走後 跑回村莊求救 表示自己和同伴 在蘇班西里附近打獵的時候 被疑似中共軍隊的人走 其中1人的家屬在面書鐵紋求救 驚動了軍方高層 據《路透社》報導 阿魯納赫爾邦 是一片存在主權爭議的地區 中方稱之為壯南 而印度卻擁有實際的控制權 印度軍方表示 已經向中共軍方詢問事件 但中方還未回應 有分析指 鑒於中共已經多次拘捕加拿大和澳洲公民 大搞人事外交 這次也不排除顧忌從事的可能 9月4日 中共國防部長魏鳳禍 和印度國防部長辛格 利用在莫斯科出席上海 合作組織會議之際 舉行了6月流血衝突以來 雙方最高層級別的會議 據《法新社》報導 印度防長辛格說 討論氣氛尷尬 討論結束後 雙方都發表聲明 指責對方火上加油 徒增局勢緊張 中美兩國的糾紛 由貿易蔓延到科技 乃至新聞媒體 最新的發展是 中共已經暫停為美國媒體記者 續發簽證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包括CNN、《華爾街日報》 和《蓋梯圖片社》等機構 受到影響 我們來詳細了解一下 受到影響的傳媒之一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中共當局暫停向至少三名 美國媒體工作的記者 續發簽證 北京已經向這些記者 發出特別的通知信件 《華爾街日報》一名記者 收到上述的信件 內容指他們目前還可以 繼續在簽證失效的情況下工作 但是至於能夠持續多久 就要視乎在美國的 中國記者的情況如何 早前美國在5月宣布 在美國為非美國媒體工作的 中國記者 他們的工作簽證 追長只有90天 原因是中國打壓獨立新聞 以及最近驅趕美國記者出境 一個月後 華盛頓下令中國四間 在美的官方媒體縮減人手 而國務院也同時 將這些新聞機構 列為外國政府機構 因此新華社 央視旗下的CGTN 中國日報 以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人手 由160人縮減至100人 之後北京又吊銷《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 以及《華盛頓郵報》 在中國工作的 所有美國公民的記者證 最近有大陸廠家 在淘寶推出了外科醫生護士的 防刺白袍 售價1,999元人民幣 有分析人士對此表示 醫生和護士 需要穿這些防護衣才能工作 顯示大陸醫患衝突 越演越烈 醫護人員沒有安全感 我們看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據淘寶介紹 該外科醫生護士防刺白袍 防刺防割、減少刀具傷害 可以保護頸部、肩部、胸部、 後背和腰部 用於出勤、門診、 巡查、病房和出診等 據中共媒體10年內 所搜集的295宗雙醫暴力事件報道中 中共有362名醫護人員受傷 99名醫護人員 被患者或家屬遲刀襲擊 有24名醫生因此身亡 就事件香港時事評論員 劉銳紹在接受《蘋果日報》採訪時表示 醫護需要穿這類防護衣實在可悲 他認為問題源於大陸沒有公開公平的投訴機制所致 劉銳紹表示 大陸醫鬧的發生源於不同原因 首先大陸的醫院各有制度 例如藥廠和醫院或醫生有一個聯繫 用指定的藥物 醫院或醫生都可以獲得回購 病人不時質疑醫生開藥的份量 令醫療開始增加 慢慢累積怨言 劉銳紹認為大陸只有政治正確 但是就沒有一個公開 或各方都接受的遊戲規則處理投訴 之令問題持續發生 時事評論人士文小剛表示 大陸頻繁發生醫護人員和患者之間的衝突 是中共各級官員不作為造成 患者得不到保障 造成患者或患者家屬 情緒衝動因而發生傷害事件 而大陸部分醫護人員 確實沒有醫療 對患者冷淡、不耐煩 這也會激化矛盾 現在淘寶販賣防刺醫護防護醫 是治標不治本 以上是今天帶給大家的主要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和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的欄目也有其他的粵語內容 你的轉發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